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劍良 今天一整天天氣比較不穩定一些 尤其是南部地區 一大早就下了滿大的雨 那中午過後 加上午後雷劍的加成 這個雨勢就更加明顯了 我們來看一下累積亮度 今天下最多的地區 就在高雄林園 大概來到308毫米 另外高雄的前鎮地區 也就是發生氣爆地區 大概來到261毫米了 那屏東的這個東港 還有林邊地區 大概來到240到170毫米左右 今天雨真的是下得還是滿多的 那明天開始 加上這個西南風加持之下 這個天氣還是滿不穩定的 提醒南部地區的朋友 就要特別留意這種大雨 甚至來到雷雨的等級了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這個衛星雲圖 我們看到目前這個哈龍颱風 今天第10號颱風哈龍 持續往日本方向靠近 那當然禮拜六 禮拜日 是最接近日本地區的 所以提醒這個周秋假期 要前往日本的朋友 就要特別的留意了 好 台灣部分呢 不受到哈龍颱風的影響 大概就是西南風喔 南邊水氣比較多一些 所以南部地區還是要留意 禮拜六甚至有可能 會引進這個西南氣流 所以南部地區的雨勢 真的會比較大一些 包括其他中部以北亞 東半部大概都屬於 這種短暫性的陣雨 這種過後還要留意 會有這種午後的雷陣雨了 明天就是周秋假期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三天天氣 到底如何 我們看到 各地區都是這個下雨的符號 但是南部地區 可能是陰短暫性 陣雨或雷雨 於是還是比較明顯一些 但是這個周秋假期 大概都是以室內活動為主 會比較保險的 好 接著我們就看到 各地區詳細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溫度是27到35度 降影距離30% 中部地區溫度是26到34度 降影距離30%到60% 南部地區溫度是26到32度 降影距離70%到80% 東部地區溫度是26到33度 降影距離30%到60% 外島地區溫度是27到34度 降影距離10%到30% 好 最後提醒你 還有一些氣象的重點 我們看到明天天氣 還是不穩定一些 而且可能會有 西南氣流暴到了 所以提醒南部地區的民眾 於是可能會比較明顯一些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氣象資訊